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 想跟大家一起聊聊周瑜 周公锦 瑜跟锦都是美玉的意思 我想周瑜的这个名字应该是出自于屈原的一句处词 叫怀锦卧鱼 中国的古人呢 特别的推崇玉 而且把君子与玉联系在了一起 古语云 君子无故 玉不离身 诗经中也有这样一句 言念君子 温润如玉 古人看中玉并不仅仅是看中玉的外表 更多的是看中玉的品格 说文解字曾经总结了孔子对玉的描述 总结玉有五德 所以古人配玉并不是为了显富贵 而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个君子 有着玉一样的品格 或者说有着对玉的品格的追求 正史上的周瑜就是一块不折不扣的美玉 甚至我们可以用完美无瑕来形容 不过在罗冠中的笔下 这块玉却蒙了沉 被做成了一块背景板 来衬托另外一个人的不凡 这个人自然就是诸葛亮 虽然罗冠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周瑜也是不乏一美之词 但这些个赞美最终不过是为了衬托诸葛亮 因为只有像周瑜这样的人做诸葛亮的陪衬 才能显出诸葛亮的浊而不凡 光彩招人 在罗冠中的笔下 周瑜成了既贤度能 心胸狭窄人的代名词 而且不顾大局 品格方面也不可恭维 而且最后还是诸葛亮三气周瑜 把周瑜活活的给气死了 这样也使得周瑜在临死之前说了一句话 来表达自己对老天爷超生政策的极大不满 就是寄生于 何生良 那么历史上的周瑜真的有这么不堪吗 历史上的周瑜又是怎样的一块玉呢 他的感情生活 传说中他所钟爱的小乔到底是他的什么人 是他的妻 还是他的妾 周瑜是怎么死的 肯定不是被气死的 那么他的死是自然死亡吗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走进周瑜的世界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赤壁之战之前的周瑜 周瑜呢 是出身于卢江州市 在东汉时期是一个世家大族 周家与袁家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 因为周家的先祖曾经做过袁家的先祖 袁安的幕僚 袁家到了东汉末年 有两个非常出名的人物 就是袁绍和袁树 因为两家历史上有很多渊源 所以周瑜最早的时候是跟随袁树 后来周瑜看到袁树难成大器 自己就找个理由离开了袁树 去投奔他的叔叔 担扬太守周上 在东汉末年是天下大乱 周瑜自己也是悄悄的招兵买马 待机而动 在周瑜离开袁树之前 另外一个人也离开了袁树 这个人就是孙策孙伯 孙策带着用船锅玉玺 从袁树手里换得的一千多人 加上几十匹马 就用这点力量 他想去征服吴郡 吴郡的面积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三四个省的面积的总和 这点兵力是根本打不下吴郡的 就在孙策最困难的时候 他收到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告诉孙策 他现在已经募集了三四千的人马 这些人 包括他自己都可以调拨给孙策来指挥 这个人就是周瑜 在这之前 周瑜跟孙策曾经见过面 两人是一见如故 孙策与周瑜是同年而生 孙策只比周瑜大一个月 有了周瑜和周瑜这些部曲的帮助 孙策才慢慢的在江东站住了脚 在这过程中 他也驱赶杀死了不少的世家大族 对于当时江东的世家大族而言 孙策是一个妥妥的入侵者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赤壁之战前 鲁肃对孙权说 说别人都可以投降 唯独主公你不能投降 言外之意不仅是说主公你不可能再得到现在的位置 而更是说你可能连性命都不保 当年你们孙家杀死的江东的那些世家大族 他们的仇可还没报呢 那些人有的现在就在曹操的部下 比如说王朗就是被孙策赶跑的 一再主公你不是主公了 那你的命恐怕也就要交给别人了 按现在的说法 周瑜这应该算是带资入股 他肯定不是一般的职业经理人 应该算是股东 而且还是大股东 但周瑜并没有计较说我的股份多就应该以我为主 他还是心甘情愿的辅佐孙策 孙策与周瑜这两个人当时被称作江东双臂 两个人一样的青春年少 一样的意气崩发 也一样的风流倜傥 两个人互相配合一起征战 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有两个成语的出处就是形容孙策与周瑜两人的关系 一个呢叫总角之好 孙策说他与周瑜是总角之好 骨肉之分 总角呢是古时候的小男孩差不多八岁到十三岁的时候 头上呢要梳两个像瘦角一样的发际 这就叫总角 总角之好呢就是说两个男孩是幼时的伙伴 好朋友 用北京人的话讲就叫发小 还有一句成语叫生堂拜母 也是形容两人的关系的 就是两个人互相都把对方当做兄弟 既然是兄弟就要带着他去拜见自己的高堂老母 这样就建立了通家之一 后来孙策去世以后孙权继位 他们共同的母亲吴夫人 就曾经告诉孙权 说周瑜与你哥是同年而生 你以前是怎样侍奉你哥的 以后就要怎样对待周瑜 孙权说我记下了 以后他确实是像对待他哥一样对待周瑜 因为他对待他哥并不好 特别是对待他哥的子女 孙策去世的时候是有儿子的 他有一个长子叫孙绍 但孙策并没有把他的位置传给他的儿子 而是传给了当时19岁的孙权 这一方面是孙策看中了孙权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是他的儿子孙少 当时可能也只有三四岁 还确实太年幼了 不能当此大任 后来孙权在称帝以后追封他的父亲孙坚为武裂皇帝 而只是追封他的哥哥孙策 追封了一个长沙横王 而且这个王位还不能世袭 孙权自己的儿子在他登基以后一个一个的都被封了王 可这时候已经长大成人的孙策的长子孙绍 却只被封了一个吴侯 到后来干脆吴侯也给撤销了 改封了一个上渝侯 上渝不过是一线之地 当年孙策把江东的这大片江山传给了他的弟弟孙权 而孙权给孙策儿子的不过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 孙权这样做当然是有他自己的考量 他是想逐渐的抵消孙策在江东的影响 毕竟孙策当初的影响力非常大 大部分的将军都是跟孙策一起出征打出来的 但不管怎么说他这样做的话 总让人觉得好像不太厚道 即使是写三国志的陈寿都有点看不过去了 他在三国志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那么孙权又是怎样对待周瑜的呢 这个呢咱们过后再说 在江东双臂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交兵必败 他们骄傲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败 这两个人不仅是一起征战 而且还一起脱单 在他们两个人合力攻下晚城以后 得知晚城乔老家有两个女儿 分别为大乔与小乔皆国色也 于是孙策就纳了大乔而让周瑜纳了小乔 所以说大乔小乔是孙策与周瑜的战利品 这两个女人是他们抢来的 在三国时期抢老婆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我们以前说过张飞的夫人夏侯氏就是张飞抢来的 曹操身边的14个姬妾中有12个都是抢来的 关羽其实也想抢 不过是没抢过 因为他碰到了老曹 所以只好把秦一路的杜夫人拱手相让 这样就把自己憋成了一个大红脸 为了记住这个让他羞耻的日子 从此以后他就着绿巾穿绿袍 不光是孙策周瑜抢 孙权小小年纪不学好 也抢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布恋师 可以说是孙权一生中最挚爱的女人 孙权曾经想过要立她为皇后 但是遭到了群臣的反对 后来孙权就干脆将皇后之位虚待了十几年 布恋师死以后被追封为皇后 他与孙权呢 还有一个女儿叫孙鲁班 后来嫁给了周瑜的长子周巡 那么大桥小桥既然是抢来的 并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取来的 那么大桥小桥是妻呢 还是妾 三国志中是这样说的 吴孙策公晚得桥公二女 自那大桥而以小桥归周瑜 这里面用了一个那字 那呢一般意义上解释就是那妾 并不是曲 那这样说来大桥小桥就应该是妾了 不过呢这只是从通常意义上来讲 那字在东汉时期很多时候都是与曲是一样的 比如说汉官五帝刘秀曲阴丽华的时候 史书上用的就是一个那字 后来他又曲皇后郭胜通用的也是一个那字 三国时期元绍之子元西 曲真夫人的时候用的也是那字 所以单凭一个那字还不足以判定大桥小桥到底是妻还是妾 这时候孙策和周瑜都是24岁 两个人都是世家子弟 通常情况下这个年龄应该都已经娶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桥小桥更像是做妾 不过呢这也不绝对 毕竟那时候兵荒马乱 而且孙策周瑜一直是常年征战 没有婚娶也应该是有可能的 三国时期也有很多名人结婚很晚 比如说鲁肃是30岁才结的婚 而陆逊呢据说是到了40岁才结的婚 不过大桥倒是很有可能是做妾 因为一年以后孙策就遇刺身亡 而这时候孙策已经有了四个孩子 大桥无论怎样加班 也不可能为孙策在一年之内生四个孩子 所以孙策在之前肯定娶妻 但这其实也不绝对 万一孙策的夫人已经去世了呢 那么大桥就是续贤也是正妻 小桥也一样 也许周瑜以前确实婚娶过 但如果他的夫人已经去世 那么小桥这时候也是续贤 也是正妻 其实啊不管是正妻也好 还是妾也好 虽然说二者之间地位悬殊很大 但是呢毕竟在古代妻妾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跟现在的小三还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史书一向是昔末如今 所以并没有关于周瑜与小桥关系的描写 他们是否恩爱在史书上是看不到的 不过呢从周瑜在36岁病逝以后 小桥就独自抚养周瑜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一直没有再嫁 从这点上来看 应该两个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 但是呢还有一点很令人费解 就是小桥在去世以后并没有与周瑜合葬 这是否是因为他并非正妻 所以没有合葬的资格 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这点呢至今还是一个谜 周瑜离世的时候呢留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大儿子周寻后来上孙权的女儿孙鲁班 二儿子周印也做了高官 他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孙权的太子孙登 如果说周瑜在小桥之外另有正妻的话 那么这几个孩子应该就是正妻所生 那他的儿子要么娶了公主 女儿要么嫁给了太子 而不以子贵 那周瑜的正妻应该在史书上留下痕迹 但为什么从未提及呢 从这一点上来说 在史书中被提及的周瑜身边的女人只有小桥 那么小桥作为正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那么我想啊 即使周瑜在纳小桥的时候已经有正妻 那么后来如果正妻去世的话 小桥也很有可能生为正妻 大桥和小桥这姐妹两个呢 都是通音律善诗文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们两个人绝对不会出自于普通人家 当时的冬季末年是世家大族的天下 知识也已经被世家大族所垄断 所以二桥的出身很有可能是没落的世家大族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 与孙策周瑜也算是门当户对 所以做正妻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说到通音律啊 相信周瑜与小桥一定可以做到琴瑟和鸣 因为周瑜自小就对音律非常的经书 据说周瑜在酒过三巡 喝的已经有点微醺的时候 依然能够分辨出谁的音弹错了 所以当时在江东地区就流传着一句童谣 叫取有物周郎固 一些倾慕周瑜很久的美女们 在酒席宴中弹琴助兴的时候 就故意把琴弹错 以此期望能够让周瑜看他一眼 唐代诗人李端还写了一首诗描写当时的情景 明征金玉柱束手玉房钱 落得周郎固时时悟佛弦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周瑜在中间坐着四周围着一圈美女在那里抚琴 为了赢得周瑜的遗故 纷纷谈错音 周瑜只能是左看看右看看 前看看后看看 这一顿犯下来颈椎病都犯了 最可惜的还是这场演习 本来好好的一次音乐盛宴 生生的让周瑜搞成了一个被套加工厂 后来这个故事呢 也就衍生出了一句成语 叫周郎固曲 隐身的意思呢 就是怀才不遇的意思 刚才我们提到了周郎 郎这个词呢 在古代呢 很多时候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帅哥美男子 刚才我们说的江东双臂 孙策与周瑜 大家呢就称呼他们为孙郎与周郎 孙策也长得很帅 所以被称为孙郎 周瑜不用说了周郎 武大被称为武大郎 还有隔壁的那位张公子也是仪表非凡 浑身上下都发着光 所以呢邻居们呢就习惯称他为蟑螂 而且还经常用拖鞋向他问候 三国时期啊 也是美男子紧喷的时代 不过这个时代的男性审美 与以后的魏晋南北朝的阴柔之风截然不同 更是呈现出一种阳刚之气 比如说形容诸葛亮就是容貌甚美 识人一焰 而形容周瑜呢 三国志是这样说的 说周瑜长壮有滋容 就是说周瑜个子很高很强壮 而且武官也非常的英俊 再有像我们熟知的马超 赵云张飞 这些美男子 他们无一意外都是那种强壮型的 不仅是武将如此 文官也一样 当年曹操手下的第一谋是徐玉 就被授予了唯美二字 三国时期的第一大喷子弥横 击鼓骂曹的时候 别人让他评价一下徐玉 并没有像三国演义说的什么蒋干道书 使得曹操杀死了水军都督 蔡茂张云 蒋干确实曾经到江东拜访过周瑜 确实是想劝周瑜投降曹操 不过那是在赤壁之战的一年以后 蒋干确实去了 也见到了周瑜 周瑜礼貌的表达了自己不会归降 愿誓死效忠东吴的决心 蒋干也是颇有风度的 没有再提劝降这件事 回去以后在曹操面前胜赞了周瑜 大家知道东吴还有一员大将叫成普 是一名老将 当年是跟着孙坚打天下的 因为资格老 所以对后来声名鹤起 地位又隐隐超过自己的周瑜 就有些不满之词 经常发一些牢骚 想让周瑜难堪 但周瑜非常的大度 并不在意 时间久了 成普也就了解了周瑜的为人 对他是心服口服 成普曾经对别人说 说与周公紧交 若隐纯牢 不绝自罪 这也就是那句成语 隐纯自罪的由来 三国志中形容周瑜 有一句词叫性度挥阔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大度 有心胸的人 这与三国演义中的 那个心胸狭隘的周瑜 是截然相反 三国演义中说 诸葛亮三气周瑜 其实在赤壁之战前后 周瑜与诸葛亮是否见过面 还都难说呢 诸葛亮去东吴见孙权的时候 周瑜还在外面带兵 所以他们没有机会见面 后来连流抗朝的决策制定以后 周瑜率兵布防 倒是与刘备见过一面 期间是否见过周葛亮 有可能 但相信双方最多也不过就是打个招呼 不可能有什么深谈 因为那时候诸葛亮与周瑜的地位太不相当了 诸葛亮那时候还并没有被授予什么官职 他是在赤壁之战以后才被授予了军师祭九这么一个职位 也就是相当于军队中的参谋长 而且周瑜那时候已经是名满天下 而诸葛亮不过是初出茅庐 年龄上周瑜也比诸葛亮大几岁 赤壁之战以后 周瑜那曾经向孙权建议要让他提防刘备 说刘备乃一世枭雄 关羽张飞都是雄虎之将 绝不肯拘于人下 但他并没有提到诸葛亮 可见那时候的诸葛亮还不能进入周瑜的法眼 我这里并不是抬高周瑜贬低诸葛亮 我想说的是赤壁之战前后的舞台是周瑜的 诸葛亮的舞台是在后面 既然周瑜跟诸葛亮都没有什么交集 那就谈不上什么三戚周瑜了 而且在三戚周瑜中 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句诗 叫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是说周瑜建议孙权 将妹妹孙上香嫁给刘备 而且将刘备软禁在江东 让她失去斗志 最后在诸葛亮的妙计之下 周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但实际上决定将妹妹嫁给刘备的是孙权本人 没有周瑜什么事 也没有所谓的在甘露寺 吴国泰乔国老看中了上门女婿刘备 避免了刘备被杀的命运 吴国泰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是三国演义虚构的一个人物 说她是孙策孙权的母亲吴夫人的妹妹 二女共侍一夫都嫁给了孙姦 历史上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并没有这样一个妹妹 那罗冠忠为什么一定要虚构出这么一个人物来顶替吴夫人呢 直接让吴夫人上不就可以了吗 这可能是因为罗冠忠一定也是看过三国志的 他知道这时候的吴夫人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不大可能再出来相亲 所以只能够虚构出了这么一个妹妹来顶纲 不光是吴国泰不存在 连甘露寺都是不存在的 甘露寺是唐朝末年才修建的 三国时期那里并没有什么寺庙 周瑜不仅仅是封神俊朗 不仅仅是多才多艺 也不仅仅是虚怀弱骨宽容大度 能够容忍他人 这些品质都可以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人物 但周瑜并不是一名政客 他是一名将军 大家想象一下 以周瑜在江东的地位 以他在军中的影响力 打仗的时候 他完全可以坐在违仗之中运筹帷幄 但周瑜却是经常亲茂使时带兵冲杀 为此他在与曹仁的江陵之战中还中了一件 很多人相信这一件也是周瑜英年早逝的原因 综上所述 大家可以看出来 周瑜的确是对得起他的这个名字 周瑜 周公锦他具备了欲的武德 仁义智勇杰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 完美的都没朋友 这样的完美其实也是蕴含着危机 所谓圣极必衰 因为他的完美会让别人感到难堪 他的光芒会让别人显得暗淡 别人是其他的人都无所谓 但如果这个别人是江东之主的话 那就意味着危险正在向周瑜一步步的破进 而周瑜之死或许就与这个危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今天的肯定是没有时间来讲述这么一个复杂的话题了 因为这个话题会包含赤壁之战以后的权力格局 东吴内部的明争暗斗 包含孙权 鲁肃 周瑜之间的分歧与合作 阴谋与阳谋 很多人经常问呀 周瑜与诸葛亮到底谁更厉害 这个问题呢 恐怕是很难回答 两个人都是三国这片天空中闪亮的星 不过呢 两个人所处的星空的时段是不一样的 而且周围星星们的亮度也是不一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周瑜与以前我们讲过的西汉的霍去病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他们似乎都是上天派来的带有使命感的那类人 当世界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我来了 等到事情办完了 他们什么也不说 就悄悄的走了 他们就像流星一样 是以最绚烂最耀眼的方式划过夜空 然后在最闪亮的时刻迅速的陨落 在很多人看来 这可能是一种遗憾 但对于他们来说 未尝不是一个完美的归宿 这个世界我来过 而且我还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来过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